自从辅隔三层茂莲特新之后, 荒谬尝试了莫威斯、董迦兰和莫里尼奥三位主帅。 但是上述三人盟能能帮助球队完成复兴, 莫里尼奥在茂莲前两年的成绩另好。 国脉第三名只在茂莲期间, 同球队管理层和球员们的矛盾逐渐深化。 在此情况下,茂莲决定将其解雇。 一时间关于茂莲胜宴主帅的传闻不绝于远。 多谢帝莫,其达莫甚至孔帝都被认为是接替茂莉尼奥的人选。 少儿俱乐部此时的表现异常冷静。 从莫威请来了球队的功勋释手索尔斯克莱, 提出一份临时合同,让其费对置本赛就结束。 相信绝大多数前女, 都不会想到瓦威脸上任之出名的永茂莲批出如此忧郁的成绩。 各项赛事取得十一胜一负的证据。 尽管茂莲在欧贯同大巴黎的专手中处于劣势。 但是联赛中成功有停了上半赛季, 同第四名都把十一个积分的差距完成反抄。 从总分来向切尔西胜利晋级高强。 可以说按照目前球队的发展势头, 茂莲即使不能收获冠军, 但是完成赛季目标不成问题。 球队在索尔斯克奥的大脸下, 逐渐想回了当初半杀富丹的暴气。 最让前女能感到心悪的是索尔斯克奥麾下。 茂莲球员的心态, 变得更加积极了。 球队上半赛季的更是矛盾不见了。 取来倒置的是哪一个球员真心实力的热球队踢球呢? 华莲俩给予每名球员的幸运和鼓励, 更是帮助德格巴, 抬下来, 拉什福德等球员顺利了信心。 虽然在球员上目前的茂莲, 的确能以同欧洲顶级航能相抗衡。 但是在牙味脸的调校之下, 任何球队想要照射茂莲也绝非欲试。 战胜旗尔斯克奥麾之后, 茂莲本校一同日赐, 阿芬纳和蓝军的交手中都收获了胜利。 反正那球队参作正轴场名战辅得利益土, 客观地说如今的茂莲同红军之间, 在实力上还是存在差距的。 但是球队在达望远徽下表现出的惊人状态, 也必定会给利益普再来压力。 毕竟茂莲方面, 在阴差联赛谈于第四, 虽然不胜球队, 就可能别突然惯心。 再加上同利益普在历史上的渊人, 相信茂莲在周末的联赛, 一定会尽全力对其走金。 坏消息则是林娇德和马向瓦的受伤, 但是能够各场战胜谢尔西, 谁会对主场林娇利益普反报意外呢? 对于球队最好的消息, 近日从英国媒体天空体育传出, 该媒体爆料茂莲的高层, 对于索尔斯克拉指教球队区间的表现非常满意, 甚至可以用完美无缺额形容。 次产成绩的提升, 只是你能打动茂莲管理层的一个因素。 球队内部的团结, 已经积极向上的氛围, 是为格尔德作为判证的。 球队已经计划在军营上天, 彻底服证所尔斯克拉, 而福格三角员, 但也不用操心球队, 立即寻找接待人了, 因为他的地址, 已经彻底征服了梦剧场。